即便前一晚立法院 挑燈夜站到12点 在野党立委们依旧起了个大噪 前进我国国境最南端的太平岛 去视察自己的领土 没有需要哪一个人 或者其他的国家 可以对我们做任何的一个指示 这边其实情势变化万千 但是我们在后方 在台湾绝对全力支持大家 所以各位不用感到孤单 位于南海的太平岛 是南沙群岛最大岛屿 距离台湾本岛 1600公里 面积大约是一个松山机场那么大 而坐落在南海避震之地 越南菲律宾都对太平岛 深所主权 2016年菲律宾却根据南海重彩 声称太平岛是娇岩而非岛 我们中华民国常理反对 让外界知道 那里是确确实实的一个岛 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领土 其实要去太平岛 安排这样的行程 真的非常不容易 在最近的一次已经是8年前了 2016年时任总统马英九卸任前 顶住美方压力 坚持登岛宣誓主权 并发表南海和平倡议 就连前总统陈水扁 也曾在第二任任期最后半年 2008 2月登岛 同时发表南沙倡议 反观蔡英文执政8年 维护中华民国主权 沦为纸上谈兵 对太平岛似乎不问不问 他这个位居美国给他的压力 是为了要讨好菲律宾 不愿意中华民国再去缴获这一段浑水 不管是陈水扁或马英九时代 都不为美国的这种压力 他上了太平岛 蔡英文自身的8年 这个机场落成 码头落成都不去的话 代表蔡英文是美国的 养了一只听话的小狗而已 太平岛是联系中华民国的期待 可不是可有可无的盲场 岛上有水 有农作物 还有我们海巡弟兄助手 绝对构格成为岛 在一旦呼吁绿营应该应急来 勇敢捍卫僵土 接下来是林轩N3组台北报道